这个老人被儿子装进了一个笼子,老人不肯让山,儿子为了省力气,索性就在半山腰的悬崖边,把生养他的父亲丢了下去,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。 今天带来一部《游山解考》。 这里是游山,山下的村子有个规矩,老人到了七十岁都要被儿子送到游山去,任其自生自灭。 这延续了百年的习俗,美其名曰为《敬奉山神》,其实是以山神为借口,减轻家里的负担。 阿灵婆今年六十九了,一大把年纪却身体硬朗,精神绝硕,牙齿都没掉一颗。 这本该是儿女之福,可是这个封闭的村子,她私底下却被叫做老妖怪。 阿灵婆知道给儿子丢了脸,可眼看着被送上山的日子越来越近,阿灵婆也越来越期待。 但如果上山之前还有什么她放心不下的,那就是她的大儿子和孙子了。 大儿子名叫振平,前不久媳妇因为难产死了,现在大儿子没有媳妇,她很是担心,最近一直忙着物色媳妇给儿子去闲。 孙子名叫左家,年纪小,不懂事,爱闯祸。 这一天,一个严商来到了这里,和阿灵婆闲聊时,她说隔壁村的一个女人丈夫刚死还没过百天,过了百天之后就可以介绍给冯平当媳妇。 阿婆一听当然愿意,让严商赶快帮忙联系。 把严商送走后,阿灵婆赶紧去找大儿子振平,告诉她不久就会有媳妇了,儿子却显得很淡然。 阿灵婆憧憬着新媳妇要来,不能让她觉得家里有个老妖怪,尤其是怕她听到村民嘲笑自家婆婆那一口大白牙,于是一狠心,捡起路边的石头就砸向了自己的牙齿。 可一个村民经过,阿灵婆又怕被看见,丢掉了石头,果然几天后,严商便带来了一个朴素的女人。 阿灵婆知道这就是自己的新媳妇,开心地迎进了屋,看她手脚粗壮,应该是很会干活。 阿灵婆赶紧给新媳妇做了吃的,她看起来饿了很久,阿灵婆和善地看着她,让她慢点吃,不着急,管够,并还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小鱼干。 阿灵婆告诉新媳妇,自己今年已经69岁了,马上就上游山了,你来了就直接可以替代我了。 说到这儿,阿灵婆忽然想起,自己还有口整齐的牙齿,于是悄悄地倒了仓库。 一狠心,在石墩上把门牙割掉了,之后开心地让儿媳妇看,儿媳被吓坏了,阿灵婆却很开心。 之后的几天,她逢人便展示自己的牙齿,和村民们仍然取笑她身子骨硬朗,还给她取了一个鬼老太的外号。 儿子的生活有了着落,不久孙子这边又来了问题,孙子年幼无知,和隔壁村小偷家的女儿阿松变哀了。 她将阿松带回了家,阿灵婆眼看阿松已经怀孕,只能同意阿松过门,从此家里就多了一双筷子。 和阿松和儿媳妇不同,她不但好吃懒做,还继承了娘家人偷窃的习惯,经常在晚上偷东西给娘家送去。 阿灵婆和儿子看在眼里却不作声,阿灵婆每天盘算着还剩下的口粮,是不够四个人过冬的。 好巧不巧,这天,阿松家一位长期偷窃,终于惹恼了村民。 毕竟啊,谁家口粮都不宽裕,偷口粮就是断这家人生路。 村民们联合起来,来到了阿松家,将他们一家人绑了起来,还一哄而上,抢了阿松家的赃物。 阿松家一下子没了吃的,眼看着就要饿死了。 他们想到了出嫁的女儿阿松,于是阿松变本加厉地向娘家偷食物。 阿灵婆并没有生气,直到这天晚上,她突然给阿松分了好多土豆, 让她带回娘家一起吃。 阿松听后大喜过望,可谁知这是因为村民们已经决定, 今晚趁天黑将小偷一家人活埋。 阿灵婆善良了一辈子,但是为了这个家,她只能借机也阿松落入圈套。 果然到了晚上,村民们破窗而入,将阿松和家人绑住, 丢进了八好的坑里,就这样家里的口粮足够三个人了。 第二天,阿灵婆便开始做上游山的准备。 她给儿媳交接了家里的瓶瓶罐罐, 还有那几十年来只有自己知道,能抓到小鱼的秘密地点。 回来的路上,有村民告诉阿灵婆, 有人在树底下看到了你的丈夫了。 丈夫失踪了十五年,当年因为她不肯送老父亲上游山, 导致阿灵婆一家成为了全村的笑话。 阿灵婆听完了跑过去一看,背影果然和丈夫一模一样, 于是一顿臭骂,可转身才发现原来是儿子陈平。 而陈平这才告诉母亲自己保守了十五年的秘密。 本来当年父亲不愿送爷爷上山,导致一家人被嘲笑, 自己对父亲也很失望,而父亲自身也很痛苦。 于是这一天父亲带着儿子上山打猎, 走到这棵树下时便要求儿子在此了结了自己, 之后儿子便把父亲埋在了这棵树下。 他当年太小,不理解父亲的做法, 直到如今就要送母亲去游山了, 才明白了父亲的痛苦。 母亲却让儿子不要再说下去, 从此隐瞒下这件事, 明天自己一定要上游山的。 晚上阿灵婆和儿子准备了酒, 去听上过山的老人讲述经验。 上游山有一条规矩, 那就是不可以说话。 明为怕惊扰山神, 实为怕老人和儿子于心不忍。 临走之前,老人对陈平说, 如果实在不想上游山, 在中途还有一个叫背山的悬崖, 可以把母亲丢下去。 陈平听了心如刀绞。 转眼第二天就到了, 天没亮,母亲就换好了衣服。 这是她等了好多年的日子, 陈平也面无表情地背起了母亲。 上游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 从熟悉的小路走到未知的郊野, 从农田走到荒芜人烟野兽出没。 之后的路, 陈平从未走过, 母子俩路过了一个断桥时, 发现只能绕路, 陈平却不小心划破了脚。 母亲下来帮着包扎, 两人相视无语, 陈平走累了。 试过一个山泉时, 陈平去喝水, 回头一看母亲不在了, 陈平有些开心, 他以为母亲回去了, 谁知再转身, 母亲就坐在原地, 命如死灰。 终于, 他们来到了游山的腹地, 越接近目的地, 情景就越是凄凉。 眼前出现了大群的乌鸦和大片的白骨, 其中一定有陈平祖先们, 他们去世时也都七十岁。 最终到达目的地, 母亲找了一块白骨少的地方, 沽上了草席, 这是他最后的鬼宋, 陈平终于忍不住, 抱着母亲放声哭了出来, 母亲也抱着儿子默默流泪, 但还是没有一句话, 临走之前, 陈平要给母亲留干粮, 但母亲硬是不肯, 把陈平赶下了山, 陈平大脑一片空白, 就这样默默地下山。 走到老人昨晚说的背山处, 更巧见到了同村的一个人正背着父亲上身, 也许是嫌弃父亲太沉了, 他不顾老人的哀嚎, 将父亲捆在笼子里丢下了山崖, 陈平看得触目惊心, 就在这时, 山里下起了大雪, 在村子的传说中, 上山遇到雪是最好的兆头, 陈平第一念头就是跑回去告诉母亲, 可母亲见到陈平后, 只是摆摆手让她走, 这一刻, 母子俩便属于两个世界, 故事的最后, 陈平夺步回到了家, 抬头望见妻子穿起了母亲的旧衣服, 这预示着新一轮循环的开始, 一个悲剧的结束, 开启了另一个悲剧, 故事到此结束。